高教工会调查80几家私立大专院校的教师评鉴办法 发现将近一半的学校都有评鉴内容浮览的问题 他们将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教育部 要求进行检讨 高教工会第一次大规模调查私立大专校院教师评鉴办法 在收集到的80几所学校里发现 将近一半私立纪专校院评鉴标准越来越细 教学能力评量多如牛毛却相当形式 为了加分老师要冲论文 拼会议还要兼差当保姆 并对招生与经营负责 学生的就业状况与证照也要受到评鉴 此外老师还要想办法帮学校赚钱 到了学期末如果评鉴结果不通过 下个学年的授课竟然有所谓的责任终点 举出一条又一条荒谬的评鉴内容 高教工会认为大学教师评鉴失去原先提升老师专业的目的 也成为学校提前因应少子化 恶意解聘老师的手段 将把收集到的这些资料拿给教育部 要求发文给这些大学进行检讨 建议省志明台北报导